美国今年11月之后将对边境管制有所调整 成年旅客都要完整接种两剂疫苗才可以入境 民众也很关心接种哪一些疫苗才能够获得认可呢 美国目前倾向经过FDA或是WHO核准的任何一款疫苗 但是台湾的国产疫苗高端疫苗并不在此名单内 那么接种高端的国人包括政府总统 未来就不能入境美国了吗 指挥中心回应目前美方政策尚未明了 也还没有办法问清楚会持续跟外交部保持联系 前机管局长苏毅仁则认为国内从9月到明年2月 势必要面临边境管制是否维持严守或开放 以及流感新冠夹击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美国入境管制再调整 11月开始成年人需完简接种两剂疫苗 而且登机前需要三天内的阴性报告才可以入境 而接种哪些疫苗能够获得入境许可 目前美国倾向一个是FDA获准或批准的疫苗 另外就是WHO核准的任何一款疫苗 虽然最终名单仍在讨论 但看看WHO核准的7款疫苗中 高端疫苗未在其中 那接种完高端疫苗的民众 未来入境美国时该怎么办 但不止民众打了高端疫苗 小英总统以及副总统赖清德 两个人也都把手臂献给高端 将来如果出访要入境美国 这该怎么办 总统跟副总统如果去访问这个美国 那政治的意涵远大于这个所谓防疫的意涵 那自然会有妥事的安排 美国将采取完简接种才可以入境 也代表着前往美国接种疫苗兼旅游 未来将不再可行 不过陈时中认为台湾可能不受影响 那接下来他要对他入境政策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持续跟外交部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美国更改入境管制是更宽还是更松 对疫苗接种率高和低的国家代表意义不同 台湾该如何应应 就看美国怎么决定 记者陈藏高子瑶台北报导